我是何老师 现在我在台北市士林故宫博物院 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跟一位小姐讲话 来小姐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钟怡君 请问您是学生还是老师 还是在工作呢 我是一个学生 你来这儿是玩吗 还是特别来做什么事情 我带我的朋友来玩玩 如果你有从国外来的朋友 你也会带他来这儿玩一玩吗 当然当然当然 为什么呢 这个可以说是 台湾所有的风景名声里面 最重要的地方了 它可以算是一个名胜古迹吗 也可以吧 因为里面的东西都很古老了 那外面的建筑也好几十年 好请问您来这地方您会想做什么事情呢 进去看收藏品啊 然后我会因为一般人来看会喜欢看它的玉器啦 还有其他器物的话青铜器啦 那书画的话它的书法 还有一些历代的话都很棒啊 好你还会顺便做什么事情呢 哦它这里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让你走累了去休息 可以去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 有个叫三西堂 这个地方蛮不错 设计很好 哦对还有 假如你走了很累啊 走完了你想要轻松一点的话 它旁边有设计那个制善园啊 制得园啊非常好非常好 好你觉得这儿的建筑啊 公园啊你觉得怎么样 别具风格吗 哦是是 那个建筑是宫殿式的啦 那它的那个园啊 自善园自得园 它设计的非常有味道 也算也算是中国式的庭园 设计的蛮不错 很舒服 走在里面很舒服 你如果有朋友要来故宫 你会建议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啊 他要有更完整的这个 这个了解的话 我当然会希望他这个 能够先上网看看啦 网上有很多资讯 不错 有点藏方面或者说 一个这个线上一些介绍 先看看不错 好谢谢您 请问你会讲台湾话 还是什么方言呢 哦我会啊 台语客家话都会啊 哇你会讲客家话 会啊 好那你请跟我们说几句客家话 哦下次再来怎么讲啊 欢迎下次再来 欢迎下次再来 请再说一次 欢迎下次再来 好谢谢你 谢谢你叫成蒙您 好谢谢您 教我们讲了两句客家话 好再见 再见 谢谢您真的很容易